風景 我看很久,愛不看到姜仪化 姜仪化在哪裡 趕快再出來不要害羞 要是我認識姜仪化老師 不是姜副長 要是三年前 我跟姜仪化老師還有范雲老師還有幾個老師 由姜老師帶頭 接受這個台灣的大考中心的拜託 我們在那裡什麼東西呢 在那裡的題庫 會讓高中生考大學的時候 考公民又可以考公民 需要題庫 那這時候呢 擔任這個召集的江老師 都同意 我們在這一年所做的題庫 都是什麼呢 所有的公民 不管你從政治、經濟、文化、法律 所有的題目都傾向 要讓高中生懂得人權的重要性 那時候的江老師 剛開始看了這部電影 知道了今天所謂 因為從過來的 我認為他一定在 在哪裡趕快出來 不對意就不用講了 那你就不夠 政治人物嘛 為什麼一個 也不過在去年 至少在馬英九上升之前 還完全是自己是人權 什麼正義啦 或是這個民主自覺 這樣一個政治學的學者 這樣一個政治學的學者 這麼說 變成說 勒比亞人家來 勒比亞 喔 是恐怖主義 我們喔 勒比亞來違反我們國際利益 我們的國家利益 其實怎麼會費那麼多 是誰讓他墮落 有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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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 經常利益 還練不可以 我們在兩千年 這在九一年前 這種時候 剛剛我們會發現 兩千年 全世界的任務衛選狀態 開始在倒罪 這個最厲害 他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美國 美國他被攻擊 所以他現在開始把他的敵人都稱之為恐怖屬於 那要配合他 所以所有國家都必須要配合美國 你要說把所有外國人都視為潛在的犯罪者 你去美國都要暗死你 你都是有罪對罪 這個動作 鼓舞了很多爛國家 最受到鼓舞的就是中國 這第二個影響 這個世界人權的標準 這個水準是中國 為什麼呢 第一個他是一方面負荷這個反恐 然後他把他的敵人知道什麼是恐怖屬於 第二個因為他很有錢 越來越有錢 所以他用法 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要復衝我的第一標準 那本來這個是在逼迫商人 逼迫的經濟 這個資本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像這個江老師這樣的人 也被逼迫 就出現了韓蟬的效果 台灣的韓蟬 你有沒有注意到 在阿扁在執政那幾年 我坦白講 我才不會 從這個 兩千年一開始 到兩千八年 沒有一句犯罪他 扁力跟他打 扁力跟他打 跟他說你這個力的這樣不行 沒有 不夠好 不夠好 欸 警察我們坐著 我們這個記者 習俗說記者 抱得要死 我那時候因為這個熱身院的事情 還跟 講一句話說 這個 謝長明 他不是那個 學院長 謝院長喔 他是我經濟大學的學長 但是他不可能解救熱身 我以為他是我的學長維持 我要跟經濟大學說把他的學取消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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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那些 那些 非常 英雄 那些學者現在突然都不見了 尤其 大家也不知道說 成績一月以後 又定期了 那是新海光基金會 董事你們在哪裡 這樣以往你也是其中之一 你們都在新海光嗎 看到這個 不要這樣 你不敢出來講話 淋發卻眼 就曉得不敢出來聲援 不要臉 可恥啊 為什麼看到中國 那是黑道啊 黑道是沒有任何民主價值 沒有中和心價值 他們都是虛無主義 可以這麼輕易的破壞 因為跟民間不一樣 所以我就去關你的兒子 打你的女兒 我們根本不想像 樂比亞那四個小孩 在牢裡面 究竟什麼樣的待遇 不好意思 我最後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我去年 2008年 大家都看到 這個 包括台灣都在封入北京奧運 但是我們在外國都看到 所有人都在抵抗北京奧運 2008年 吳錦濤到日本 他本來要到東京大學去演講 後來也是改到 早稻田大學 正好我那時候在早稻田大學 正好我那時候在早稻田大學 在課做 我說他怎麼會從東大 早稻田大學 原來呢 早稻田大學校長 跟胡錦濤說 拜託你去 他們不要來 因為十年前 我們有一個留學生 就是維吾爾族的留學生 他到日本來留學 然後已經變到博士班了 他取了一個是等級 你開始 那這個博士班的 維吾爾族的學生呢 他回到那個新疆去 那去做田野調查 然後就失蹤了 後來才知道被中國逮捕 譬如說他是江獨 關了十年 東大的所有老師學的教授 還有他的太太 拼命想辦法救他 救不出來 所以東大的老師說 胡錦濤你最好不要來 你來的時候啊 我沒有辦法保證你的安全 所以後來胡錦濤也 國家主席喔 我們台灣的這個老大 他現在不可以只要轉到私立大園 找到田野大學 那很好 我也在去鬧場 也是為了幫我們國家出去 因為他總共容納九百個人 他說可以讓九百人進來 結果我進不去 主辦大學說胡錦濤你當然不能進來 為什麼 因為你是台灣人啊 蛤 因為我真的不能進來 那時候你都不能進來 他就微笑 後來我拿到那個名單 他後面就知道 九百個裡面有七百個是中國留學生啊 那我只有中國國家主席 跑來這邊 到一個國家去演講 叫他來聽話 然後剩下兩百個呢 有這個一百多個人 是 跟中國 找到田跟中國留學 互相交換的那些 日本留學 剩下四十個 開放給 找到田大學的老師 沒有人要去 所以 我請到最後 在這裡坐在這邊講話 說不需要翻譯 沒有人要對他講什麼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一個人啊 當他在做壞事的時候 一群人當他在做壞事的時候 其實他最害怕 最害怕目擊者 有目擊者 很難約的啦 所以感覺關起人來自己爽 然後吹了門 又不讓人家講話 這個就是流氓政權 我最害怕說 這種流氓政權現在正在壓破台灣 讓台灣的人權 讓我們的勇氣倒退 我們這個寒蟬效應 事實上是 加給我們的修辱 你有沒有看到剛才 他把這個熱表放出去的時候 要先修辱他一遍 他不是在 這個法律上要修辱你 說你這個恐怖主義的 還要在道德上修辱你 說你逃稅 這一道黑道的做法 現在正在 到處殘食精子 我們整個台灣的 這種自由精神 就我剛剛 那麼多人在排隊 我覺得好感動 這個我們當然 需要一直搬下去 我們如果 他就會派得上 很多人 盡量到處 謝謝